台北居真的是大不易 因为花的钱可能有一大半 都是用在买用不到的公社 根据了解台北市住宅的公社 比今年高达了34.5% 似乎是有一点太高了 因此内政部正在延宁不动产登记法 要向立法院提案 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 将公社跟室内面积分开来计算 也使得房价资讯更加的透明 高楼大厦都市内到处看得到 但公共设施比重却也是越来越高 双北大楼的公社比逐年提高 台北市今年冲到34.5% 新北也高达31.6% 全球只有两岸三地计算公社比 因此台湾的公社比堪称世界第一 但不动产如何登记 目前规范不多 内政部打算提出新法解决相关问题 大概目前除了依照土地法之外 就是土地登记规则 那么对于一些登记的一些 比较细节的部分 是规定的比较少 内政部研拟的不动产登记法 首要解决的就是公社问题 因为我国的房屋交易 习惯虚评计价 将公社和室内面积一起计算 新法将参考国外做法 像是日本只计算室内时平面积 美国只要登记土地 建筑物不用登记 澳洲和新加坡公社不用登记 也不列入计价 台湾因为是在一个地球村 当我们相关的一个规定 当然也是要考虑 国外之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 方向上不动产登记法 整个的一个架构将来会怎么样 我想这个我们目前都在研议当中 非常审慎的一个处理 和国际接轨公社将渴望 不列入评数计算 地政司强调 这样可以让房屋资讯更透明 也能让消费者更能了解 自己的买屋钱 究竟花到哪些地方 悦电TV 梁洋生理之刚 特别报道